好的主播這個台灣麻將最大黨的主席郭席呢 日前在台南的麻將館被警方查棄 那麼今天他出席記者會的時候 對於這件事情也有做最新的說明 當初呢這個台南的麻將館被警察查棄 郭席呢他其實是非常生氣的 他說呢這個警方比黑道還要糟糕 把他的店面都給砸毀了 而且呢很多東西可能都被破壞 他認為說這樣子的做法其實並不是很妥當 那他其實也有提到說這個 他們店家沒有從事賭博的行為 而且從教育訓練開始就是非常嚴格的要求說 整個是禁止賭博的 不過這些警察呢卻臥底將近四個月 辦成這個賭客然後在裡面玩 就是呢為了要查棄 他認為說這樣子的行為其實不太妥當 來聽聽看郭席剛剛怎麼說 我想表達的就是說 我們麻將最大黨最主要的推動的就是 推動麻將變成成為國內的一個正當休憩活動 到目前為止其實這種 這種情況喔這種事情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 就是我們警罰執法是否過當的問題 因為我們店內沒有任何賭博 我們從教育訓練到各店都一樣喔 我們都一直在要求我們各店就是 我們很單純的提供一個休閒場合 可是我們警察喔齒瑞搜索票到我們店裡頭 那個那個砸的那個店喔比紅衛兵還還很 你知道嗎黑道砸店都沒有那樣砸的 黑道砸店都留一些火口給你 他是全部兩百萬兩百五十幾萬的那個設備全部砸毀 一個搜索票能夠把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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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沒有賭博 他沒有證據嘛我們人員全部賜毀嘛 我去做筆錄也是完全沒有證據嘛 我們店我們店根本就不可能允許 允許在裡面有任何錢的出現 就把你店全部毀掉 好的可以聽到呢郭喜呢他對於這個他的台南麻將館 被查棄這件事情呢其實他是非常的生氣 語氣蠻激動的他說呢他們根本就沒有做這些賭博的行為 而且從頭到尾也都跟員工說呢 這裡面是禁止經營賭博的 他認為說警方來查棄這樣子的行為非常的粗暴 而且也不是很妥當覺得很糟糕 那麼呢其實日前呢他這個台南的麻將館 是被警方查棄說有經營賭博 而且有逮捕店內店長的三名員工 以及46名的賭客 而且呢是當場有查扣這個賭資3萬多元 那麼其實郭喜對於這件事呢他是非常的生氣的 也希望說呢其實可能可以有更好的做法 不需要這樣子做 以上就是目前來自高雄的最新消息 先讓鏡頭交還給棚內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